第四条啊 处福神学 佛 佛报是圆满的 没有人能够杀害佛的 保护佛的那些天神太多太多了 不管是什么人 你想起心动念害佛 你害不到的 那个处福神学是什么意思呢 他确实起了这个悟心 想害佛 提破大多 他想把佛害死 目的活在呢 自己做佛 嫉妒佛的这个地位 想把他害死 自己做佛 他知道 释迦牟尼佛 每一天到城里去脱波 走的那条路 这个道路啊 当中啊 正好 有一小段的地方啊 是个峭壁 他就在那个峭壁 那个山顶上啊 放了一块大石头 埋伏在那里 释迦牟尼佛从那里经过 他把这个石头推下去 想把释迦牟尼佛炸死 互发神 这个我们想的 魏陀菩萨了 魏陀菩萨手上拿的是金刚鼠啊 就在空中把这个石头拦住了 这个金刚鼠 碰到这个石头 石头就裂碎了 裂成很多碎片 碎片有一片 炸到佛的脚背 佛流了一点血 处伏深血 就这么回事 那么现在释迦牟尼佛 已经灭度三千年了 那还有这一条罪吗 有 有等流的罪 哪一种罪呢 成慧心 破坏佛像 淡于处伏深血 像我们一般无意的 没有这个罪 那是一点过时 你不要害怕 成慧心 你说我们家的宫里佛像 特别是画的佛像 年代久了 那个颜色都不好看了 太旧了 我们换一个新的 我们把这个佛像 把它烧掉 恭恭敬敬的心 换一个新的佛像 这个没有罪 那不要看到这个时候 吓到之后 都不敢动了 那就错了 它是什么 无意恨透了 把他毁掉 才有这个罪 我们对佛 恭敬心 没有 诚恨心 我们尊敬佛陀 那么最好 这个佛像 火化之后 那个灰 那个灰怎么处理呢 古大德教给我们 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呢 把它包起来 包得好好的 埋在地下 最好 埋在这个山林当中 很清净的 这个土地 那么现在 这个机缘很难 没有了 都都住在都市里 到哪里去找土地 找不到了 另外一种方法呢 把它包好 用一块大石头 包在一起 让它沉在水底下 这个水呢 最好是河流 是流水 都是取 洁净的意思 所以这个 我们要想到 这两种方法 居住在 大都市里面 都很不容易 知道 那我们如何处理 最好的处理法 如果这个地区 有寺庙 寺庙里头 有火化的炉子 火化炉 在火化炉里面上 那是最好的 那还省事 这是一个 很好的方法 所以 总要由 全桥方便 最重要的是 恭敬性 绝对不是 有意 把佛像 任意丢弃 这个不可以 烧化成灰 也不能够 任意丢弃 如果 是在报纸 杂志里面 现在有很多 印的佛像 所以有些人 很头痛啊 来问我法师 怎么办 你看这个报纸 印这么多 我家里订这报纸 今天的报纸 怎么办 我怎么处分 我说这个没关系 这个你跟一般报纸 同样的处分 就可以了 它有收旧报纸 但是这一份 有佛像的 这个报纸呢 你可以用 用这干净的 塑胶带 把它封起来 用胶带 连起来 跟一般 报纸 一样 让他们收取 为什么 我们这样做 我们的恭敬心到了 那么杂志 也可以这样处理 如果这个佛像 是一个枕章的 我们可以把它裁下来 相近筐供养 方法很多 绝不能误意 对佛菩萨现象 这第四种 无尼罪 所以 毁佛下 那个罪过太大 太大了 我在中国大陆 听到很多人跟我说 文化大革命期间当中 这些红卫兵 不懂事 炸毁 寺院里面 那些佛像 他们告诉我 那个鼓报非常快 半年 不到一年 他们都死了 而且都是狠死 好多人举例子 告诉我 这个例子太多了 听到 不能不相信 我们细心观察了 你再看他造这个音 你再观察他 那报应 报应好快好快 这些人到哪里去了呢 那在我们 经论里面看 都到地狱去了 都到地狱去了 都到地狱去了